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说起明朝的抗窝名将气气光 就不得不提及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气家军 气气光之所以能一次次打败洋海倭寇 绝对要归功于气家军的销炉山战 那么这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军队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公元1557年 气气光被调往浙江都斯千世 并担任参将一职 但明朝士兵的战斗力太差 直接导致他在与倭寇战斗时力不从心 于是他向朝廷请命 希望能在浙江本地装兵 之后他来到浙江义乌 正巧碰上义乌县三千多人 与永康县两千多人打群架 双方战斗力之高 完全符合气气光征兵的要求 于是他便在义乌挑选了四千余名清兵 这就是后来气家军的出现 而这场改变历史的群架 则是因义乌南乡的一座矿山而起 传说义乌贝磊村有一座矿山 山中有大量银矿 公元1558年 永康县一个叫施文六的岩山 就召集了同乡两千多人跑去挖矿 谁知此事传到了义乌县大族陈氏合力 他们认为施文六擅自侵占了义乌的财产 就带着三千多江民跟对方打了几来 还打死打伤了对方一千多人 气气光声感义乌人的勇敢和团结 于是就在此地招募了一批善战之士 再加上自己的精心操练 气家军从此战无不胜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一英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破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